三,危机意思不够 任何事情一次都可以原谅 但对于重复多次流产的女性 我起初很不理解 难道痛过一次还不长记性吗 关于这个问题 一个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姑娘告诉我 其实不这么痛 因为现在都是无痛人流呀 打了麻药睡过去就人世不知了 醒来后有像痛经一样的感觉 过段时间就好了 但无痛并不代表无伤害 一个妇产科医生告诉我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流广告中的微创 宝宫等智慧 根本没有安全人流 虽然目前因为人流手术 直接自死自残的情况不算多 但是人流后病发症却不少见 尤其是削弱女性的生殖能力 一些女孩在如梦三分钟 烦恼却无忠实 却浑然不觉地丧失了成为母亲的能力 然而更可悲的是 即使在网络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 这些伤害并没有引起一些女人的足够重视 生育是女人的天职 避孕也是女人的天职吗 孕育生命是大自然赋予女人的特殊使命 然而避孕的痛苦也同样降临在女人的头上 我舅妈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 见过无数的人流淫产 抓过很多妇女去结扎 我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抓女人呢 我舅妈说是因为男人都不愿意去呀 女人就愿意去了 女人也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我还是不依不饶玩为什么 我舅妈说 据说男人结扎以后会腹痛 干不了重活 男人要赚钱养家呀 所以一般都是女人去结扎 久而久之就成了约定成书 女人结扎以后就不复通了 当然不是 在结扎后遗症的这个问题上 男女都是平等的 我舅妈说 我们村里有个女人先是做了上环手术 后来村里要求给孩子暴毒生子女 这个女人就去取环并结扎 后来就长期肚子痛 去医院一检查 是取环导致的子宫穿孔 结扎引起的常年年 被医院鉴定为 结育手术后遗症二等 多年治疗花费了近十万元 还是美好 后来丧失了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 被丈夫抛弃 精神也出了问题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男人是生产阻力军 女人自然要承担避孕结韵的后果 那么在现今呢 不用出体力的男人呢 男女同样都要出去工作的家庭呢 据我调查 大部分还是女性在承担避孕后果 举个例子 跟我童年的一个闺蜜 她生儿子的时候 国家还没开放二胎 当地要求孩子上户口 必须要节育证明 老公不愿意去 闺蜜只有自己去上了避孕环 之后月经一直不规律 精量多 腰痛 肚子痛 闺蜜的姐姐也上了环 疼得受不了 去医院检查 发现环没上好 差点把书卵管扎破 又取下重新上 遭了两重罪 还有很多女人不知道 避孕环是有使用期限的 等到去取环的时候 发现已经跟肉长到了一起 有些已经无法取出 有些取出的时候 生生的扯下了一块肉 我一位同事告诉我 她曾经有过胎庭育的经历 她的婆婆比较迷信 得知后认为是自己体内避孕环 影响了子孙后代 去医院取环 发现已经长到肉里无法取出 婆婆坚持要取出来 于是悲剧发生了 一台小手术 差点要了她的命 就算有些女人幸运的 躲过了这些后遗症 上环也会引发妇科疾病 你想一想 一个本不属于你体内的东西 放在你身体里那么长时间 能不支撑一些细菌吗 我还见过由上环引发的 宫外孕 差点丧命的 当然这是极少数 听起来也是毛骨悚然 我想没有一个女人 去上环的时候 不心惊胆战 但是没办法 因为男人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女人爱男人 因为女人要承担 怀孕的后果 各种避孕方式哪加强 可以说目前为止 没有哪一种避孕方式是完美的 都是各有优缺点 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完美的 对人体没有任何损害的避孕方式 那么他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问 难道避孕套不是对身体 完全没有损害吗 好吧 接下来我就谈谈避孕套 丧门开篇说到很多男人 不爱使用避孕套的问题 不使用避孕套的男人 在女前觉醒的时代 被称为渣男的代名词 为此我特地对身边的男性 做了一个抽样调查 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男人都表示 如果有选择 他们都不想使用 除非是约炮嫖娼的时候 避孕套真的会影响性爱质量吗 性资在线一位男性咨询师说 避孕套确实会影响男性的快感 对于跟一个新的女性对象 第一次性交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新鲜刺激 男性高级色金 但如果是跟同一女性多次性交 男性会更注重性过程的体验 不仅是男人 在我的采访中也有部分女人表示 避孕套影响了她们的性感受 少部分人会对避孕套过敏 还有部分女人反映 避孕套并不十分安全 有买到假避孕套引发感染的 有避孕套破了 还有因为没有从一开始就带意外怀孕的 也有女人反映 避孕套会影响性爱气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气氛对于性爱是多么重要 尤其是老夫老妻之间 难得有激情燃烧的时刻 却要被迫中断 没有隔膜的性爱 确实更有利于水乳交融 而且避孕套对于需要长期避孕的夫妻来说 也不够经济实惠 其中还有几个女人说法 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们说男性的经验 其实还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有利于减少女性的妇科验证 用避孕套反而比较容易患妇科疾病 当然避孕套在预防性病传播方面 确实功不可没 所以你看 避孕套也不是完美无缺呀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抓狂 到底哪种避孕方式比较好呢 我只能说没有好不好 这又适不适合你